《西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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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上次新加人 我把西安当成我的第二个家乡 我来中国已经11年了 我一天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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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留了呢 我小时候以为在中国只有功夫 然后我来到这边学了很多 中国文化不太轻声 很多很大 不管在音乐方面 不管在美食方面 不管在服装 还是在 有很多有很多很多 中国文化上一杯大海水 我只喝了一杯 还有很多 但是我喝的那一杯呢 我想分享 因为在我国家谁发的视频 就是外国人发的视频 比如说欧洲的电视 欧洲美国的电视 他宣传是他的文化 所以他发中国 可能是发想大家看到的人 在中国 但是真正的中国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来到中国以后 我看了另外一个中国 然后我也想和我国家的人分享这个 所以我现在选了做文化大教 有时候给我的妹妹打电话 她说 哎呀 泰哥 你老说这个什么 包膜 我要吃那个包膜 包膜 就是她开始慢慢了解 其实我国家电视都会播我的视频 然后我能看到在我的Facebook 看到评论那些年轻人就说 哎呀 泰哥 你中文说得太好 我也想像你一样的 我也想去中国 然后看到外国人在中国 在西安很好的融入这个地方 中国人也接受我们 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也能让他们在未来 好好来实现他们的梦想 我也觉得我做的事情特别有意义